作词 李宗盛 思念已经无路可去 偏偏缘本总是三类又去 悲欢离合到底何从何去 爱总是反反复复难以抗拒 来来去去有太多害怕犹豫 走走流流有太多短短心 不愿意从此朝朝暮夺 风风雨雨 恩恩和远远 悲欢离合走得好几曲 尽尽佳佳有太多生死相逐 世事非非有太多欲留还剧 不愿意在此遮遮 风风雨雨 恩恩和远远 爱跟情仇一次又一次 难以抗拒 来来去去有太多害怕犹豫 走走流流有太多短短心 不愿意从此朝朝暮夺 风风雨雨 恩恩和远远 悲欢离合走得好几曲 尽尽佳佳有太多生死相逐 世事非非有太多欲留还剧 不愿意在此朝朝暮夺 风风雨雨 恩恩和远远 爱跟情仇一次又一次 难以抗拒 没想到会在这碰上你 你想知道吗 说来听听 不 除非你请我喝这罐酒 好 喝吧 好 多谢 真是好酒 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为什么会碰上我 就是因为这儿有酒 还有人请我喝酒 有道理啊 这真是我听过所有的理由当中 最他妈的合情合理的理由了 拐凌峰是行方 自道天生人中龙 不过地上匹体重 兄台 你认识一个叫拐凌峰的人吗 不 你不认识他 怎么会关于他的歌 谁不知道这个歌 就跟管凌峰一样 谁也知道他是个大傻瓜 也不认识他 两个人 被认识他 骰子落地 您两离熟 要买趁早不买就回头了 来来来 大家上 上啊 看 上好了 开 开 这一局我要赢 你押什么 豹子 豹子 真没想到不在这儿相见 你想跟我说这是缘分还是灭债 都一样 只要可以跟你扯上关系 我什么都不在 你这张嘴还是这么的赖皮 谁叫你还是这么的美艳动人 你怎么会到苦水镇来的 本来呢 你们干什么 今天来找麻烦的就是他 你干嘛打伤我赌方的人 我怎么知道你是这家赌方的老板 要不然的话 我只会等着认他们宰哥 好让他们跟你有个交代 咱们到那堂再说吧 我就在等你这句话 各位啊 一场误会而已啊 来继续玩继续玩啊 好 好 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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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是喝酒呢 还是喝茶 太阳还没有下山 就算要醉 晚上时候还多着呢 那就喝茶了 好 金老板真有本事 我离开大漠的时候 你只不过是一个客栈的老板 转过身再来的时候 居然已经变成大赌场的当家了 真是人如灵魂百变无穷 瞧你这身官服 看来在东厂混得不错嘛 到底什么事情跑到苦水镇来 我来找一个人 是吗 这里我没见过一个美人胚子 足以让你长颜笑 从京城跑到这狗不拉屎的地方来啊 怎么会呢 我眼前就有一个 那你干脆把眼睛给闭上好了 我还没出招 金老板就封住退路 未免太不近人情了吧 我呀 这是破天荒的行善心做好事啊 我要使个坏啊 就让你来招惹我 你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 男儿三运 正运财运桃花运 我就爱桃花运 但是呢 我是一朵带刺的蔷薇啊 摘不下呢 反而扎了你的手啊 别说这么多了 你还没告诉我 你到底来找什么人呢 找这儿的老板 管林峰 他怎么会跟你们东厂扯上关系啊 看来你对这个伙伴倒认识不深 那只好请长党头告知一切了 其实我真的要找的也不是他 而是他老子 管八方 你到底是来找儿子 还是来抓老子的 可是你千万别把老娘当作傻子啊 不管怎么样 咱们也是并肩经历过风险 走过风浪的伙伴 怎么会如此对待你呢 就算不懂得看僧面 也懂得看佛面吧 什么僧面佛面的 难道金老板这么快就忘了 我那曾经跟你拜过堂的好朋友了吗 萍水相逢也不够如此啊 人在人情在人去情不在 还有什么东西值得记下来的呢 人去情不在 那就是说你们也曾经有过一份情了 你想跟我来这一套啊 西廷尊便 老娘可没兴趣跟你闹着玩 金老板 咱们旧与相逢开个玩笑而已 也不用冷眼相向吧 我把你当成是个朋友啊 你什么时候跟我认真过 你说的是通通是我不对 这样吧 今天晚上这顿饭呢 就让我来做东 不用了 金老板 你不是这么小家子气的人呢 干嘛如此待我呢 你可别用小人之心来度老娘的君子之父啊 你来到这边呢 一切自然我来做主 不然外面的朋友会说我金香玉 连顿饭都请不起 听着啦 今儿个晚上啊 吃过了饭以后呢 我就安排你跟管理风碰个面 待会儿呢 你再说什么老子啊 儿子那些事情吧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你少来了 看什么 看够了没有 金老板 越看越美 越看越好 我怎么会看得够呢 还是你懂得说句真心话 大姐 小弟 你回来得正好 我有事情跟你说 什么事儿 我来跟你介绍个朋友啊 这是长颜笑 我叫管林峰 我知道 哦 大姐曾经给你提过 没有 我是从一个人的卷宗里面认出你来的 什么人 管八方 那请问 那请问 阁下 是从哪儿来的 京城 什么地方 日出之方 小弟 小弟 你千万别冲动啊 他是跟我经历过生死的朋友 他还有重要事情跟你说呢 我这趟来 是为了银沟赌方的命运 这银沟赌方的命运 在我手里 用不着别人插手 可是你的命运呢 我也是个赌徒 所以这一把 我打算跟你一起压住 那我们压什么东西 你跟我的一条命 赌什么 以命赔命 当然是赌一个人的命 谁 徐显纯 大姐 这位朋友的毒品如何 书赢面不改色 胜败从不赖账 毒品好 那赌术又如何 玲珑百变无穷 看来 你倒真是个不俗的赌徒 我本来就是 好 那我们就到那堂一聚吧 请 客官 你来了 这边请 这边请 你先出去吧 现在这里不招待客人了 我可以坐下来吗 这个位子本来就是留给你的 好 你怎么知道我会来这儿找你 你怎么不问我 为什么要在这里等你 你这个人说话倒很有趣 不知道 是不是做人也一样 你试着跟我交个朋友 不是就知道了吗 我这个人喜欢交朋友结友 不管三山五岳 黑山白水 只要对胃口和劲道 这个朋友便交定了 可是天底下也有一种人 我是从来不打家道的 但愿我不是那种人 我也很想你不是 可是到现在 连我也不知道 你到底是 还是不是 那你要在什么情况之下 才可以确定呢 有些事情 就跟拍巴掌一样 要双手拍 才能拍得响 交朋友也要交心 这样才能交得成朋友 有道理 好 有什么问题 你尽管问我知无不言 你好聪明 看来你已经开始了解我的优点了 那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在金大姐面前 替我隐瞒秘密 你是说银沟赌方 跟徐显淳的关系 对 你以为我来这之前 没有打听过你 严寒跟徐显淳的事吗 我知道你胆子很大 但你绝不是那种 横冲直撞的人 咱们的了解程度 又进了一步 我知道你在赌方里 不一定就是给徐显淳賣命的人 就好像我在东厂里面 我也只是一个 等着就位中前后腿的人 我看到你 就像看到我自己一样 何况你的事真给金香玉知道 对大家都没好处 我来这里 是要找你跟我一起对付徐显淳 而不是来找麻烦 让咱们自家人打自家人 我一直在看着你 我看不出你在说话的时候 有什么不安闪烁伏击的神情 坦率地说 我一下很相信我的这双眼睛 就算天底下片树最高明的人 也逃不过我的眼睛 你刚才说的话 没说谎 好 那咱们走 去哪儿 我看见这儿有一个叫三不喜的澡堂 我想洗个澡 在这个时候你居然还有心思洗澡啊 那你认为该在什么时候 才要想起洗澡呢 客官 我来 小二哥 这没你的事了 走 出去了 是 咱们自个儿来吧 没想到你豪迈不羁 行事不以法治 还有别扭的时候啊 我只是怕吓了他 你这怎么回事 连你这个见惯场面的人 看来都说不出话来 你叫那个小伙子 今儿个晚上怎么吃得下东西 睡得了觉呢 那你这条命 到底是怎么捡回来的 你倒不如说是 这条命连老天爷都不要 丢回来给我的 是不是那帮冬场的贩子干的 畜生 他们根本连畜生都不如 那个晚上 雪下得很大 天气很冷 可是我感到很热 让人喘不过气来 我的家烧得通火 连我的身子也烧着了 雪下在我身上的时候 也让火给融化 那种感觉很奇妙 我想很多人一辈子 也没有机会感受到这种冰火煎熬的奇妙感觉 那一夜 只有你一个人活下来吗 对 不管怎么样 活下来总是一件好事 对 你真这么想吗 不好 管林峰 你不要跟我说 你从来没想过自己也该跟死去的亲人一样 倒在敌人刀下 乐得一了百了 纵然有天大的冤枉 也不用给这口怨气熬着活下去 是不是 我明白 可是到了最后 我们还不是活下来了吗 对不对 既然我们要活着 就要活得痛快 敌人越痛苦 我就越快乐 所以我要用一生一世的力气 去让敌人痛苦 更痛快 长颜笑 我相信你 你不用相信我 你只要相信仇恨 只有仇恨 才真的可以让人活下去 不管面对任何凶险 也让人活下去 洗澡吧 好 你的眼光真的很准 杀人 最好的地方就在井后七寸 一刀扎下去 血花溅出来 人也就跟着一命呜呼了 我知道 我的手很稳 刀也很准 可是你的心不够狠 一个武林高手 并不一定很懂得杀人 杀人当然需要武功高强 可是他更讲究技巧 把握天时掌握地利 出手够狠 那才是一个真正的杀人者 你绝对不是 你可以试试 也许你以前是个出色的杀人者 现在却绝对不是 这一趟徐显纯 可是找错了人 你还知道些什么 该知道的 我统统都知道 那你不该来这儿 为什么呢 这里已经很久没有一个人死掉了 我不想让他破这个例 可是真的碰上了非死不可的人 我想最后还是应该死一个人 可是这个该死的人还没到 所以这里还是天下太平 你说那该死的人是谁 除了徐显纯之外 还会有谁 看来你真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麻烦 但我也是你们一颗很大很大的救星跟福星 我是过来人了 不关以前发生过什么事做过什么事 一切也已经完整了 不用任何人帮忙 可是你却牵制着别人的以后 难道你要让他一辈子都背上你们的包袱吗 叶已深 早点睡 别扰人轻盟 既然管林峰都有勇气去改变他 你干嘛没有勇气跟他一起面对 给杀掉的人永远不会活过来 沾过鞋的手也永远不会再擦干净 我不怕做任何事情 只是不想做无意义的东西 这是你的看法还是管林峰的想法 好 阿嬷 给杀掉的人永远不会活过来 沾过血的手也永远不会再擦干净 给杀掉的人永远不会活过来 沾过血的手也永远不会再擦干净 金老白 你来了 请坐 我还没点菜呢 太来了 没想到这小茶寮也有这么好的手艺 能弄出这么好的东西 你这个兔崽子到底在搞什么花样 别又跟老娘来这一套了 出来 大姐 你好 你什么都不用说 不管什么事情 什么要求 老娘只会说一个字 不 大姐 你真的这么不惊人情啊 对啊 我绝对不留半点余情 大姐 这趟可是我为父报仇 杀金人的大恩大怨哪 我这个人哪 从来没有大事大妃大功大道的 你不能多说了 长颜孝啊 你怎么还不出来帮我一把 连长颜孝大少爷也戳动了 这事倒真非同小可了 不过 父仇不共戴天这句话听起来很肉麻 可也是真情流露 管老弟要对付的人真的是他的杀父仇人 不过我也跟他说过了 金老板做事只要痛快那就一万个成 要是不够痛快那就万万不成 什么时候你又成了我的知己了 金老板 我一直在你身边 只是你眼里看不见我 长颜孝 你现在还来这一套 你还是先把我的事情解决了吧 对不起 我也是情不自禁 金老板 这一趟管老弟要对付的人 碰巧也是金老板很痛恨的家伙 管老弟这一出手 真可谓是既报复仇也杀奸人 所以还希望金老板能够成全 那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徐显淳 徐显淳 该杀 大姐 你可答应喽 你这个人这是报仇心窃施的心风 说了大半天也没告诉我到底要我做什么的 我怎么答应你 这事情再简单不过了 从长颜孝那里传来消息 现在徐显淳在东城的位子 已经保不住了 他肯定要逃来这里来这避难 那个时候我就把他堵在赌方里 趁他落单之际被咔嚓的 到现在我还是没听见我要做些什么 其实金老板什么也不用做 只要这几天你战士离开赌方就成了 为什么 看来你还是没把实话抖出来 不不不 大姐 大姐 你先想看 你跟那个徐显淳是旧恩怨 他在赌方见到你肯定会提放你 所以不会留在这儿的 是啊 那他为什么会不提放你呢 难道你跟他有什么见不得光的秘密关系吗 说 我 因为 因为这银河赌方就是他的老巢 因为这银河赌方就是他的老巢 这银河赌方哪有人回到家里还提放别人呢 灌凌风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知道 大姐 金老板 话还没有说完你不要走 你们这两个娃娃是不是在耍老娘 一个跑到东厂当暗庄去 我 另外一个无端端的变成了东厂的走狗 你们自己说吧 咱们还有什么话好说的 我的情况是我心甘情愿的 没什么好说的 可是管老弟他真的是身不由己 因为他的老子曾经是徐显淳的左右手 替他打理银沟赌方 也就是一直给他安排杀人买卖的 后来他老子反了 就被徐显淳给杀了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你说这跟管老弟有什么关系呢 是不是 是 是啊 大姐 你别用这副哭丧脸的看我 我就是相信你的话了 所以老娘才会被你蒙在鼓里了 这难为你了 还千方百计把我拉入银沟赌方来 老娘的清白差点毁在你手里了 你们要搞东厂我不管 你们要动徐显淳我也不管 我只做让我自己高兴的事情 你们哪只会招惹老娘讨厌呢 大姐 你这个时候怎么还笑得出来啊 还有希望上游转机 我为什么笑不出来 是吗 嗯 哈哈哈哈哈哈 屁眼 笑 笑了个屁眼 小盘子 来 嗯 竟然手劲怎么那么好啊 看来一定是下过苦功了 嗯 啊 真不赖 大姐 如果你真的满意 不如就答应我这个要求吧 大姐 你干什么 让碍算我 好啊 反正人在你手里 你要杀妖寡欺验遵遵便呢 哎 大姐 那我其他什么都不要 只要你答应我这条要求 哼 痴心妄想 那 大姐 那 那我怎么做 你才答应我 怎么都是一句话 不 哼 那 那 大姐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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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ину 求求你做点好事 你别让我给老爹报仇吧 不然的话 他从九军之下 上来招我的麻烦 杨吉 杨吉你 引来你收尽 这都不好 你得真死那么惨 是啊 好可怕 无分尸 死无全尸 真是太可怕了 这真的是冤魂不散 我把它藏传在我左右 真有这么厉害 你看见什么了 大姐 我刚才野花了 我看见我记得一条手背 就在那窗口上 别说 我搬出去了 大姐 你对我的大功大功 我这一辈子也报答不完 就算我老弟做鬼 也要跟着你一辈子 把你伺候得好好的 去你爹了 呸呸呸呸呸呸 大姐 这可是你说的 行行行行 来来来 大姐 你下楼梯一定要小心啊 哎呀 看这个怎样 这叫老娘恶心呗 大姐 这几天哪 你可以不见我这次讨你生宴 找你生性的烂脸孔啊 妈呀 老娘真是不甘心 我干嘛为了个冬场啊 金龙 这里人多口子啊 犯不着漏点啊 哎 老娘是这个赌房的大当家的 真被你们这么样捉弄百步 以后啊 我这脸往哪摆啊 大姐 没关系 你看在什么地方合适 我就给您高高挂在什么地方 你少耍嘴皮子了 这一笔账啊 老娘最后慢慢的跟你算清楚的 大姐 这算来算去 也是小弟欠大姐一辈子啊 我还也还不清 是越还哪 越开心 谁给你个臭小子对上一辈子 我 金老板 眼前委屈几天 将来的好日子才要紧 少来了 这一趟 你们到这样做场名副其实的好戏 别让老娘落空了 在下自当尽力而为 大姐 我来 不用 我亲自护送金大姐到龙点头 来 告诉龙点头老妖 好生招呼咱们金大当家的 呸 你这么说啊 怕这老娘真在上海跳火坑啊 老娘回来的时候啊 你好好给我个交代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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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known 好 好 えー 我们都洗过了 你怎么才来啊 洗澡又不是请客饮酒 用不着热热闹闹三五成群吧 走了 你笑什么 你一定没有想到 咱们这平时冷言冷语的 银大总管 居然这么风流浪漫 你看 你看你看 他手背上这梅花印记 一定磕着一段风流运势啊 对 我真没想到 会在这里看到梅花印记 我也没想到 这梅花印记居然会在银大总管身上 真是妙极妙极 说实在的 我第一趟见到他的时候 那笑得比你还疯呢 真的吗 你今天的酒喝了不少 怎么一点醉意都没有 你还没倒下来 我怎么能喝醉呢 这样看来你我的酒量 不分高低上下 难道我们要这样喝下去 一直喝到许显纯来 才要住口吗 这位你尽管放心 从京城来的消息说 许显纯在京城惹上不少麻烦 看来很难再待下去 也许几天之内 他就要逃出京城 跑到这儿来 好 那我就把大刀擦亮 等他的人头送来 好 谢谢 小长 等我把许显纯宰宰了以后 你有什么打算 我当然还会留在东厂了 没有了许显纯 我更靠近魏忠贤 也更接近东厂这棵老树的根 只要多一些时日 我就把它连根拔起 让天下人知道 东厂不是无坚不摧的 这儿就有个长颜孝 可以把它摧枯拉朽 你在看什么 我在看你 我有什么好看 我在看你的眼神 我记得周慧安也说过这样的话 不过他说的时候 却没有你这样的亢奋和兴高采烈 你好像做这件事情 感到很享受 而周慧安却像是完成一件事情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不管怎么样 我跟淮安都是走在同一条路上 那你以后又有什么打算呢 我真的没想过 你不是天天在等着打倒许显纯之后 从东厂的魔爪下走出来的吗 可是我从来没想过 如果真的有这样一天的时候 我会怎么样 也许 我还会留在这苦水镇 留在这淫沟赌风 这跟打倒许显纯以前的日子有什么分别呢 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 以前是别人长中的傀儡 可现在呢 是自己的主人 其实我这个人 既平凡又简单 吃在这里 睡在这里 住在这里 就连独野在这里 我已经感到很知足了 不过 我也许会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 望一望 天下巴风 不过到头来 我还得回来 因为这里 毕竟是我的家乡 你怎么不说话 是不是想起自己的家乡了 不是 我已经记不得家乡是什么模样了 我只是想起一个人的话 他说什么 他说 给杀掉的人 永远不会活过来 沾过血的手 也永远不会再擦干净 这话倒有点意思 对 这句话 还真他妈的有意思 好 我也跟你一样 喝下徐显纯的血 跟你喝你仇人的血 一样痛快 我输了 没关系 再来一派 杜公 时候不早了 该休息了 今儿晚上想下棋 来吧 再来一派吧 杜公 您是不是心里有事啊 你看出来了 这次不难察觉 可见到这个人在我心目中是很重要的 是不是 徐老大 事情是不是应该有转机 就看他自己的造化了 他是个聪明人 应该不会糊涂下去吧 就怕他太聪明了 就怕他太聪明了 人哪 有的时候啥都别想 反而是保命的良方 哪儿都不要去 反而是真正安全的地方 杜公 这一局 应该我先下 你不下了吗 也许是我想到了曲胜之道 才下棋的 对 你今儿晚上只要一直坐在这儿 你总是要赢的 我也这么想 来吧 这只猴子还是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的 可是不管这个猴子它再顽恋 佛祖还是本着一念之人 放他一条生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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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这一夜还是过去了 这一招还是要决定 杜公 我败了 你怎么会下这一招呢 杜公 我也无生路可逃 无生机可取了 瞎子 我这整盘骑士都已经暴露了 三个缺口 三个缺口 你就从哪一个缺口 走出去你都能逃生 你都能重见天日 你为什么什么路不选 你选一条死路呢 是啊 我本来也看到这几个缺口 可是我一直以为是 督工设下圈套和杀机 让我自投罗网 所以谁想到 他是一条可逃路的活路啊 瞎子 原来我才是个瞎子 这 他妈 我还没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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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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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也是等了好几天等得发慌 才弄点酒 提提神 提升斗志 天下间有这么凑巧的是吗 我看你们整天提心吊胆 那是怕被我给撞破了吧 金老板 管老弟的话 我可以用人头来担保 你的人头也快落地了 值不了几个臭钱的 这一趟天皇老子都没话可说了 金老板 徐显纯来了 这是进朱者是进末者黑 连你也跟我说假话 我从不说法 他真的来了 那 那我们怎么不知道 我离返了 自揭窗疤了 袁总管 你这套也不管用了 我今日午时接到通报 本想今儿晚上 喝过了酒之后 才告诉你们 没了到 这还没等我说 金老板已经先来了 你干嘛不早说 你要早说真的就 我就不喝了 还好你刚刚没有先说出来 要不然我就没酒喝了 看来你们说的是真话 千真万确 大姐 那你真的要行侠仗义 现在赶紧回去 千万别让徐显纯碰上 要不然 咱们吸引这老狐狸 进这个陷阱 这样啊 倒也不难啊 可是老娘真的有点恶婚了 疼啊 那我现在就把这些东西 送到龙眼头 让你吃个饱喝个醉 那才像话 来 走 好 好 来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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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话跟你说 遥控 往事随意尘封 然而那秋日烟花 恍如今夜霓虹 也许在某个时空 某一个陨落的梦 几时暗暗留在了心中 等一次新年传统 等一次清潮翻涌 各身与你相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